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 接下来按照日程的安排 将会在7月20号 飞赴巴黎 做好最后的奥运冲刺准备 随着这一次的奥运会即将到来 对于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都非常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取得佳绩 尤其随着朱婷这一次阔别三年 回归中国女排 自然期待中国女排在奥运会 取得更好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最近随着奥运会即将到来 官方媒体特地针对中国女排 此次的征程 做了具体的前瞻和预测 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女排 能否在奥运会取得佳绩的答案 就在最近 肖香晨报在他们的报道中 撰写了一篇长文 展望中国女排此次巴黎奥运会的征程 和球迷探讨中国女排 能否在奥运会续写辉煌 在这篇文章中 他们首先回顾中国女排这几年的征程 提到球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状态起伏的问题 与此同时 文中还提到朱婷最近的状态问题 此前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 朱婷因为在救球的过程中扭伤了腰 这段时间一直在康复中 不过根据官方媒体透露 朱婷的状态恢复非常良好 正在有序帮助中国女排备战接下来的比赛 这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不过他们同时表示 目前中国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 以及美国女排这些劲敌分在一起 形势并不乐观 形势并不乐观 这六个字相当于给中国女排泼了冷水 虽然在朱婷回归之后 中国女排的实力有所提升 但是接下来面对小组这些劲敌 中国女排想要晋级的难度依旧非常大 如此看来 朱婷能否帮助中国女排续血奥运的辉煌 现在说着话可能还为时过早 起码要等待小组赛结束之后 才能够下具体的定论 希望朱婷带队争一口气好好加油 另外一方面 在这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主教练蔡斌还对中国女排下达铁令提出二大要求 首先第一个是蔡斌希望中国女排 着眼于小组赛打好每一场比赛 一步一个脚印 接下来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 蔡斌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起伏小一点 整个队伍状态可以稳定一点 其实中国女排本身具备实力 但是很吃球员的状态 如果袁新月凋零与这些主力队员的状态沉稳 中国女排完全有机会暴冷 打败美国女排这些对手 但如果状态不好 中国女排甚至有可能暴冷 输给加拿大女排或者荷兰女排这些对手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关键是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和包袱 把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 中国女排就有机会在奥运会取得佳绩